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6日 已經是 星期二了 今天星期二我們是沒有直播的 因為一會兒有點時磨 整個下週就沒有辦法抽時間出來 我們 現在也補回一些節目 跟大家見面吧 這一節其實是昨天收到消息的 不知是真是假 日本的傳媒 就說引述在一些東京的風月場所遲待 工作的女子控訴 就說有 三個華人的留學生 明知自己 已經是感染了外資病毒 還故意跟多名的女子進行無套的新行為 故意把一些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而被傳染的女子之後也已經接客 導致超過了一千人有機會感染外資病病毒的風險 不過 日本的官方就沒有回應這件事 有網民也質疑這件事 究竟是真 還是假 這些 我們想跟大家分析的下意單案 發生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歷史原因 絕對是跟歷史有關的 因為 怎會有華人 就算知道自己身患外資 都特意去感染人呢 這些是要特意 報復的行為 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 其實也挺可怕的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關於月費贊助 當然也是 經濟環境好的朋友 你們可以Patreon 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銀行戶口提供給大家 所以只能夠大家用Patreon支持 如果沒有Patreon 經濟是一般的 當然啦 用免費模式 我覺得會比較長久一點 以及 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我們讀新聞 再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這件事 日本媒體 報導 今年1月起 23歲的凱倫 多次接待一個26歲來自中國的 原姓男子 他是東京某知名斯立大學的研究生 期間要求凱倫 無套性交 付錢也相當爽快 想不到是惡夢的開始 到了今年6月 凱倫發現自己的淋巴線異常腫大 還出現了感冒症狀 以為感染了武漢肺炎 但檢測是陰性 服用感冒藥之後 症狀也消失 但是到了7月 例行性病檢查 竟然驗出外肢病毒 之前 他出現的症狀是感染外肢病毒的早期症狀 更甚者 跟他一齊 工作的同事 有兩個很受歡迎的女同事 也中了招 一間 風俗店竟然有三個女士同時感染 他們覺得很離奇 店舖調查之後 發覺他們三個 都有共同的共同點 也是很受歡迎 今年初被三個中國男性 以每週一次的頻率點名招待 攝氏的中國顧客要求都非常相似 例如 毛套等等 認為三個中國男性的嫌疑很大 所以 切圈套向三個男子派發一萬人員的消費 抵用訣 其中性緣的男人再次上吊 再度幫忙 報導指出 在店內的迫民之下 他們承認三個都是雙性戀 每個月 都會跟多名東南亞各地的學生舉辦亂交派對 後來感染了外資病病毒 但又沒有辦法抑制性育 所以就去到風俗店光顧 更揚言 由於研究畢業生之後就要回國 而國內沒有更好的風俗店 所以要大玩特玩 他繼續說 既然自己感染了外資病病毒 我們無能為力 於是 乾脆多傳染一些日本人 報導說 三個人會選擇一些比較漂亮的人氣高的 以及 為了賺錢而甚麼都願意做的女士 就去幫忙 而且連續就做了幾個月 確保對方感染這個病毒 而檢查出來的感染病毒時期 這三個女生 一共接客了成千人 意味著這些人都有可能感染外資病 明知道自己染病 卻惡意傳染他人是罪行 2017年 意大利就有個男人隱瞞自己是這個 帶菌者 故意跟50多個女性發生性行為 也感染了32人 最終要判監24年 不過他們本身 是屬於 違法提供這個服務的 所以沒有辦法 跟律師或警方商討 日本官方暫時沒有回應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也不知道警方有沒有介入 但是網民 尤其是日本人對這件事反應很大 有人質疑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 也有人恐懼如果是真的 怎麼辦呢 因為嫖妓的人也未必肯去做病毒檢測 有機會令到感染人數幾何級數上升 有網民肯 痛斥 不論甚麼人明知自己有毒 刻意傳播等同謀殺 應該要重判 我們要研究一下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 大陸的留學生 即使去日本也好 他們心態上就是覺得 日本人 侵略我們 小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三年零八個月 南京大屠殺 專門說這些話題 他們的滿腦子被人種下了一種仇恨日本的心態 這件事 其實我們也說了 香港也是一樣 當年的香港 就是被大陸不斷管輸香港人很壞的 香港人看不起大陸人 香港人以前 看不起大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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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中無人 現在他們窮了 他們沒有錢了 我們下去扶貧 我們下去踩香港人 香港人現在 搞港獨 他們自大 現在沒有錢了 所以自卑 我們當年 拿錢出來 拿幾千億出來救他們 金融風暴 當年98年 全部都是假新聞 全部都是假消息 中國由改革開放以來 全部都是靠香港 中國有七成的外資是靠香港引入的 沒有香港 中共一定倒台 包倒台 為甚麼蘇聯會瓦解呢 因為蘇聯就是沒有了一個香港的窗口 所以蘇聯 可以瓦解 而中國不會 現在也好 中共一手摧毀香港 可能 香港就是使得中共 崩潰滅亡的唯一缺口 只能夠這樣想 我們說回這三個人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是充分反映大陸人 受到那種 不同的價值觀 又或者 過分仇恨日本的心理 作出這些極端行為 我們看到大陸人一看日本就咬牙齒齒 去吃日本菜 擦日本車 用日本相機 全部都是日本的東西 結果 吃完日本壽司之後 拿出一面國旗 打到日本關國主義 接著就不允許錢 就走了 這些東西其實真的是 內地人才做得出 十分之無恥 而且他們受到那種 那種 洗腦 是令到他們 那種價值觀是十分扭曲的 當然他們是接受一個錯誤的歷史觀 對日本人 那麼大受限 就是因為南京大屠殺 因為日本侵華 因為 在大陸 每年都拍攝大量的抗革片 這是一個政治需要 因為大陸甚麼都不能說 除了抗革之外 基本上不可以做 你不可以說民主 不可以說辛亥革命 因為一說革命 最大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最需要革命 現在比辛亥革命時期 中國的情況更加惡劣 中國現在的政府比滿清 比晚清更加嚴重 更加惡劣 貪污嚴重 已經是文不聊生 中國是不是需要革命呢 需要一個革命黨推翻這個政權呢 不能說 所以 最穩陣 就是拍一些 抗日劇 又可以滿足大家的愛國情緒 又可以圈嚴 結果 根據非正式的報導 在橫店 每年 抗日 打死的日軍超過5億 因為每天都拍 這裏有殺10萬日軍 那裏有殺5萬日軍 加上一年平均殺了5億日軍 當然這些 純粹是 自己自嗨 根本共產黨就沒有打死多少日軍 就算他們引以為傲的平行軍大節 也是打死幾百個DHL和Foodpanda 那些是資重部隊來的 運送糧食和物資 根本的戰鬥力就相當之差 那為甚麼可以推到他們呢 原因就是 當時的119C加上陳毅的121C 總共接近1萬8千人 兩個C加上 其實是接近2萬人 加上陳毅的小姐7000人 拼下去有1萬8人 即是圍攻人家500多人 結果打死了200多個日軍 那200多個真的是Foodpanda和DHL 所以共產黨嚴格來說 就沒有甚麼抗日 真正抗日的是國軍 不過就被他搶奪了抗日的成果 習近平 即使是他 也是受著這些錯誤的歷史觀 一直以來 根本中共就沒有抗日 跟日本人勾結就有 我們看到 其實就算說回日本七七路溝橋事件 也是由中共一手策劃 當時劉少奇派出他身邊的特務 走去 綁架了 兩個或三個日本士兵 然後日本軍人要找回他們的士兵 他們就扮國軍向日軍放冷槍 結果就促成 盧溝橋事變 究竟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時蘇聯 認為如果日本跟蘇聯作戰 蘇聯 沒有能力同時應付東西兩線 西面的納粹德國 東面的日本 所以他們認為 日本只要侵略中國 才可以解決他們的遠東之魂 避免了東西兩線同線作戰 他們知道日本很厲害 所以 寧願把日本的力量消滅在整個中國 所以 引發七七路溝橋事變 一手造成日軍侵華的 其實可以說 就是共產黨 所以他們 不斷地圈掩抗日 實際上最大的漢奸就是他們 現在 如果這件事 真的發生了 有這樣的事 真是有中國人去到那裏 故意傳播 要報復日本人 實際上 他們就是受了洗腦的一班受害者 當然 他們找了更加多的受害者 這件事 一定要計算到中共頭上的這個罪責 因為 本身現在你看到日本人 他們 根本上就不會有甚麼軍國主義 現在有軍國主義的那個叫做中國 這個世界 也是要講求公道 講求這個 平等 中共最沒有說這件事的 在中共裏面沒有平等 也沒有公道 也沒有正義 什麼都沒有 只有邪惡 所以受著中共洗腦的人 一般來說 他不是在外國住一段很長時間 去洗腦 去慢慢清除他那些殘餘的 有毒的記憶 其實這個人 其實是壞了 所以 大家 我們每天都要做那麼多節目 為甚麼 就是要 希望 救得一個一個 使得多些中國人 受到中共病毒感染的人 可以清除他們的 惡性的資料 把不良的資料清除 我們不斷揭露他們的 做的壞事 這節我們希望這個消息不是真的 不然的話 其實也很糟糕 這是 很嚴重的危機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